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学习Moco.js 在实战项目当中的最后一讲 那么这一讲的话 我们主要包括的内容 是我们做京东的 左侧的数据加载的一个菜单项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实际的 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上级讲 我们已经讲了我们数据的一个模拟 以及我们数据在GQA当中的 GQA当中的这样一种加载 那么这一讲的话 主要是我们把上级讲的学习的内容 全部给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看到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 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 它的原始的一个代码的话 是因为我们都看到这个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左侧的这些数据 现在是写固定的 那么我们做出来的效果 就是所有的数据是来源于我们模拟的数据 大家可以可以看到 只是这些数据呢 不是像我们这边的数据 这个名字这么 就是规范 我这里边全都是用的人名 然后呢 用的是中文啊 主要是这个 这样子的效果 OK 那 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呢 里边设计的内容啊 主要是HTML这个文章的几个结构啊 相对复杂一些 那么我在实际讲的过程中 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简化一部分 大家在自己在做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全部给做完 但是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只需要掌握到我们 在做的过程中 这样一种 加载的这样一种方法 我们主要是 这个结呢 主要是对上级章的 这样一个 支持做一个 全面的这样一个 集合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页面结构 这个页面结构呢 大家啊 我相信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因为我在上级讲当中 其实也做过好几轮度分析 那么其实呢 它的内容主要是在那个 ID叫JSCLIMITLI 这样一个UL里边 然后下边呢 是多个LI 这个多个LI 就是对应这里边 这一个左侧 这一个是 一个项呢 就是一个LI 那么 它左侧的内容啊 作为这一块的话 那整个这一块的话 它其实是在一个叫 这样一个DIV里边 在进行 进行这样一个处理的 然后呢 我们放过来的话 我们在这个里边 它这里边的数据的话呢 它是在一个叫 TextError 这样一个 标签下面 那么 TextError标签下面的内容呢 应该说是 比较的复杂 那么我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 我把TextError 这一部分呢 我给它省略掉 省略掉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在自己 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去尝试去做一做 因为不同的文章结构的话呢 它们的那个加载的内容它不一样 但是呢 它们加载的方式 至少说在JS这样一种加载方式的话 它应该是一样的 那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以这一部分为例 我们来如何进行加载 我们先把这一段给 我们先把这一段给删除掉 然后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文章结构 那这个结构的话呢 其实 我们看到的 要数据需要填充的内容 我们之前这个ID需要填充 以及它的那个 对应的一个链接 然后呢 它的一个中文的一个名字 比如Title 还有它自己的影标数 以及这里边所涉及到的 像这种小的指向 连异群 郑志山这种 那么它也是在这里边 我们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这里边呢 它其实是一个 以A标签来作为一个 作为一组一组的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这个P标签下面 其实它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就是多条项 那么结合我们的那个API 我们也能够知道 这里边其实我们是划分到一个item 下面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里边 我们的 大家应该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页面的一个 JS的一个输出 我们页面的一个JS的一个输出 来我们的这个文章里边 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里边 这个内容里边的话呢 它访问的这样一个接口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接口来访问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接口输出的数据 那我们对比着来看一下 OK 那么我们在左侧在进行循环的时候 其实就是取得CategoryItem里边的 我们先是取Category Categories 这就是Categories里边所有的项 然后呢 每一个Categories里边呢 它又是取得CategoryItem里边的 这些项 每个Item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TextError里边的东西呢 其实它是取得Item里边的东西 所以这一块呢 因为内容相对举比较多 时间也有限 所以呢 我把中间这一块呢 这一部分的东西 我就给它省略掉 我们讲外层 因为内外的话 它这种层级一样 一层两层三层 作为数主来讲的话 其实它有三层 我们讲外表两层 OK 那我们对应着我们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一块的话呢 我这个视力呢 我都已经写好了 写好了 我只是给大家来讲一讲 它怎么来实现 首先 我们说的这种是一个跨域 那跨域完了之后 那我们其实最终 我们是要在JSC LimitL 这样一个标签DOM下面来 我们要去给它设定 我们这里边的这样一些纸 就是要把这些HTML 这个HTML 应该说是从LI 我们要组装一个LI 我们要循环的组装这种LI 然后呢 给它拼接起来 然后呢 放到这个UL下面 呈现我们想要的这样一种效果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呢 先把JSC LimitLI里边 所有的内容给清空掉 清空掉了之后 清空掉了之后呢 当我们在JQuery返回过来的 它是一个JSON JSON其实就是 这个JSON 它是一个对象 这个JSON的话 其实就是从我们这个中括号 这个地方开始 包含这里边 其实它是一个对象 大家一看呢 这个对象就是一个宿主对象 对不对 OK 那宿主对象的话 那它要拿到这个宿主 它这个对象里边的 第一个宿主对象 它是什么呢 叫Categories 它拿到一个Categories 因为它是一个宿主 那么宿主的话呢 就可以做一个循环 循环的话 用Each 用Each 然后每一个循环呢 这是循环的一个索引 这一个是循环 当前循环之后 我们给它复制到的一个变量 那么它每一次 因为它是一个Categories 那么我们每一次 就从Categories里边进行取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在我们在取的时候呢 它其实首先要把 这一串 就是我们从Li到H3 这一节呢 应该说到P 到P标签 这一块 它首先要把它给 加到头里边去 然后呢 再循环 这下边的这样一个内容 这个下边的内容就是 我把这一块加固定以后 然后呢 再循环Categories这里边的 CategoriesItems这里边的 这个CNAME 你看这个CNAME 这个CNAME 这样一种循环 然后呢 把这个A标签里边给 给填充起来 那么最终呢 再把这个结尾这一串 给补上去 那么这个Li呢 就已经形成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其实所以呢 我们第一步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拷贝到 要拷贝 要使用这一串大码 所以到Limit24 那首先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直接拷贝 拷贝完了之后 我们一直到 这个 我看一下 我们一直到CNIMIT24 一直到这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呢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包括你这个ID 你这些Title 所对应的这些名称 我们都要给它改变成 因为是第一级 我们要改成Categories 就是这个对象里边的 Categories 大家看一看 能不能理解 Categories 下边的Categories 因为它是循环 这个循环的话 因为在循环的时候 其实当做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其实它拿到的呢 是这个对象 在做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其实拿的是这个对象 第一次循环 第二次循环 第三次循环 第四次循环 所以第一次循环的话 它拿的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第一个 拿到了之后呢 它把这个内容呢 复制给谁呢呢 它复制给了那个Categories 那么如果我要取 这个Categories name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取啊 就是Categories 建立复给了我 那我就拥有了 这一个对象 我就等于这个对象 对不对 然后我再要取到 这个里边的一个 Categories name 那我直接就是 我自己的这个对象 然后点 Categories name 那我就取到了 这样一个 值 所以呢 我们这里边 在取这个名称的时候 就是Categories的 Categories name 那么我们里边呢 还设计到的 有一个ID 对不对 289 那我们这里边呢 这个ID的话呢 直接就是Categories Categories ID 这里边取值也是很简单的 然后呢 我们根据这个文档里边 然后我们把这一段 然后呢 给补进去 补进去完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循环 你看这是一个A嘛 A有多个 那这个A的数据 难以为哪呢 它又是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要循环哪一层呢 Categories items Categories items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Categories item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地方 应该是 就要我们循环 第一层我们循环的Categories Categories就是 这个Categories 那就是这一层 那我们第二一层的话呢 我们要循环是哪一个呢 我们要循环 这一层里边的 这样一个Categories item 那么说明是哪一个呢 说明是这一个 对不对 就是这个Categories items 那这个Categories items 里边我在做循环的时候呢 我把它复制 给了一个叫做 Categories items 那么Categories items 我要去 去循环的话 我第一次循环 应该取的是哪一个呢 肯定是它嘛 对不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就是很简单的 那么第一个的话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在取的时候 我要取这个 CNAME的话 那我拿到的就是 CNAME 我要取它的 ID呢 CID 然后呢 我要取它的 其它的一些 内容的话 我一样的是 可以取它的 那么 这一串的话 就是我刚才讲的 应该是 它涉及到 就是我们鼠标 点上去 然后它出现 这边内容 而我这个 CNAME里边 因为我没有加 并没有去加这个了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实现 我去说到呢 我自己这一块为例 这样的话呢 大家应该说更前线 你懂得去了解到 我们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HTM呢 就是你每次在循环的时候 我就做一个加等 就是对智乎错尔性 一个凭借 凭借完了之后 这一个循环的话 我相当于拿到了 第一个Li 第一个Li 然后你循环一次 拿到一个Li 循环一次拿到一个Li 那么这个循环 有多少次呢 那就来源于 我们接口里边 就是我们这个接口里边 这个Categories 它到底有多少个 像我们这里边有四个 这里边有四个的话 它浏览出来的话 那它这边一定是四个 OK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然后呢 它就把这个HTM呢 然后给我们拿到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HTM当于打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在这个 我们的开发者工具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Object Object就是我们所定义的 有四个 四个数组对象 Object 对不对 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它里边是一个数组 OK 那么 这就是Li里边 所有的内容 这是Li里边 所有的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 就会把它给 放置在 这里边去 最终呢 我们就会形成 我们的一个 这样一个 结构 所以我们在进行刷新的时候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内容都是同步在改变 我们可以对应在这边 数组 数组来看 这个数组的话 这些数据的话 就是来源这些数组 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一点的 包括这些logo的话 大家也可以想想想 自己怎么去给它实现 这个文端里边 这些数据结构呢 都已经给你们定义好了 好 那这一讲呢 我们应用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再往下细 细划分 那么我这里边呢 只是做一个 抛转语义的 这样一个作用 希望大家在这个技术上呢 再去深入的思考 去发掘 因为后续的话呢 我们凡是和GS相关的 这样一个 页面的一个 对接的一个开发呢 大家都可以 用自己的这样一种方式 去模拟一些数据 结合文档结构 做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加载 我希望通过这一讲的 这样一个学习呢 大家能够把我们上级讲的 这样一些知识点 融会贯通 把它应用到项目当中 大家自己也可以去 找一些其他的项目 去自己去念一念 那我们这一讲呢 就到此为止 欢迎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后续的话 我们将会对我们的项目 进行发布 和一系列的一些部署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后续课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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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